夫人 既然尊夫人回来了 那帆某先行告退 好 那魏国公之事 我们在意 告辞 侯爷 对不起 让你为难了 你不必死责 说起来 是我连累了你 其实 此时另有内情 内情 这件事的源头 是王玉 和魏国公的义女 起的纷争 而这场纷争是欧家引起的 我怀疑 王玉的死 和欧家脱不了干系 而二娘这么一闹 徐家骑虎难下 处理不当的话 将会与罗 王仁江四家结缘 最终会影响到海晋之事 是 其实是欧家 最终得利者还是欧家 在想到欧公子之前说的话 难道王玉真是欧家害死的 不可能 只是没有证据 而我有无权去干涉杜察院查案 只能尽所能地去化解 平息这场风波 把对徐家的伤害降到最低 侯爷 我能做什么 你暂时到边缘住几日 避开这里的是非 我不能去 你留在这里 只会让二娘有事无辜 与事无补 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 可二姐这事 若由我出面解决 不管结果如何 都是我一己荣辱 若是侯爷出面 只怕会给旁人落下循色王法的口识 这不正好随了欧家的愿 但二娘她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牵扯其中 进退两难 侯爷也不要太小看我 如果二姐再过来闹 我自有法子应付 你有何打算 凡事揪其根底 便有解决之道 侯爷放心吧 侯爷 把这封信 交给督察院李御使 是 侯爷 他帮助 体内 虚实